Dobrovnik 第二天 现在是到Dobrovnik的第二天 这里一路沿着台阶上去 可以到达King's Landing里面Red Keep的原型 当时Cercy和他的好朋友们都住在里面 这里刚刚到了相当于Red Keep的一个高的城堡 建在悬崖上面 里面没有人 门票是50当地的货币 相当于50人民币 他说如果要上城墙的话是150元 加200加上这里50那边150 大概是这样的费用吧 前面就是观景平台了 在这个最高处很激动中 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样的景色 那里就是老的城区 哇 好壮观 发现一个永远不变的道理 在风景最好的里面一般是看不到自己 只有在对岸这里的话 有一个全城市最漂亮的景色 现在发现在Dobrovnik的冬天一点都不冷 阳光很明媚 而且那个天气也比较热 游客也没有太多 总的来说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冬天阳光下面的话很暖和 基本上不需要穿大衣 刚才早上跑了11公里 短袖短裤没有问题 现在又爬到了更高处 在这个城堡的最最顶上 现在这个风景更好了 这里的话应该就是Kings Landing的原型 当时Cersi在这边控制他的帝国 之前是Robert Baratian 没想到这里顶上还有一层三层 不断有惊喜 不知道上面通不通 看一下上面的景色又是什么样 先看到一门大炮 哇 又高一层 这里就是到顶了 那边是克罗地亚的国企 我估计就是当时Tyrion Lannister 打Blackwater黑水战役时候 打那个Robert Baratian兄弟报仇的时候 他打那个化学炮弹 把那边所有的船全部都歼灭在这里 现在我又悟出一个道理 像这些古代的军事防御公式 当时为了一个好的视野能看到敌人 到了现在没有战争的时候 都变成最好的观景平台 天天等着敌人可能很无聊 至少可以看一下这边海上的风景 又有山又有海又有城市 我换成我是士兵 我也在上面助手 这个生活太美好了 这是我的影子 下面就是悬崖了 我现在刚刚坐那个城堡上下来